看節目給你超多笑料 看我 給你一桌好料 來吧 營業中推出美味的料理 每一道食材都是精挑細選 慢慢洗啊 挑啊 切啊 你懂我意思嗎 現在只要一根手指頭 就可以享受到一整桌的 老屋精選泥菜 而且直送到你家餐桌 就跟到地裡吃一樣 別讓你的口水白流 趕快上食尚玩家購物去買喔 超好吃 爆漿了 你們一起留下來吃嗎 對啊 真的 我們就在等你們啊 OK 好 我們先 還是我們來做給你們吃 對啊 做給你們吃好不好 我們炒幾個菜給你們啊 要吃什麼我們可以幫忙做啊 我們用食 大廚我們還剩什麼東西啊 晚餐喔 火鍋啊 只吃火鍋 對啊 火鍋啊 難怪備料啦 等一下 姐也進去了 姐也進去了 真的是我們每天最快樂的 來吧 就要整個放鬆 欸 你幫韓文姐備料 哇 給我 對 還要做那個三杯豬血糕 耶 你們要切一小正方形嗎 當然 正方形 對 你跟他備料要講 OK 好 切的手指數來 你看這個手指數來 這個手指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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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吃 那我們A承銀 幫我切一些蒜頭 拍一些 這些蒜頭都幫我拍 你要蒜末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蒜頭就好 這樣帶到皮嗎 這樣做三杯可以 可以 我真的當一位客人 所以心情完全不一樣 但是還是有一些職業病啦 看到廚房還是有一些 沒有整理的啊 或者是員工餐 覺得好像幫他們加點菜 不要讓他們太幸福 不要讓浩哥太幸福 我們就進去幫忙 所以今天來算滿開心的 真的不像是來到一個 一個節目 而是來到一間真正的餐廳 每一個人的脾氣 然後每一個人的處理方式 也不一樣 做事情的態度也不一樣 一直到開始磨合 然後吵架 然後溝通 再磨合再吵架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耶 因為我當時候 我覺得內外廠是很分開的 就是外廠不知道內廠的狀況 內廠不知道外廠的狀況 可是今天是有一種 內廠你知道外廠的狀況 然後外廠還可以 就是跟大家敬酒啊 什麼緩和氣氛啊 什麼 我覺得那氛圍是很棒的 我看到他們現在的改變 是游刃有餘 完全就是 還可以這樣很輕鬆的 出來聊天 我覺得這種感覺 才是真正很舒服的 像你們想要傳達的 私處的概念 那時候他們問我說 如果今天來這一集 我有沒有什麼 對老屋的願望 對這些店長跟同仁們 我當時想不出 我有什麼願望 但我後來發自內心 我想要講的願望是 我希望今天來的這一次 我當客人的時候 是到他們可以開始 一起來檢討 今天發生的事的時候 連他們自己都很滿意 就是他們要自己很滿意 不只是客人滿意 我覺得我今天好像 已經感受到90%了 今天好豐盛喔 最後兩道菜 那個... A的公司好豐盛喔